我挑戰是感覺,其實是不困難的 最困難就是你將那件事拆散每一個細節 然後逐步逐步去擴充它 你做到最後的時間其實就解決了那個問題 不要開心我現在可以在香港見到尼泊爾的你們 我知道你們3月8號出發的 到現在已經兩個星期左右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你們現在的位置和心情 我現在的位置是中文名叫做盧卡拉的 2850米左右 是一個山區的小鎮 我們其實過了11天左右 上了一個山叫做梅樂峰Mirror Peak 6476米 我和我小朋友和兩位香港學爬式教練 兩夫婦 早11至12天前 來到尼泊爾 然後進行第一個高度適應的訓練 昨天晚上就黃室比較好一點 我們會休息兩天然後再出發 我們昨天由Mirror Peak那邊走回六個 其實都走了幾場 我們走了差不多10個小時 因為我們要由一個4200的位置 上個4600的過程 然後在4600那邊一直在幾個小時下千八米 下雪地 就好像圓跳下圓牙 就跳上千八米 下回六個月 其實昨天也挺緊的 你們現在的心情是如何的 阿John和阿Bob你們各自的心情 三年都沒有去那麽高的海埔 其實這次算是長時間 再次來到那麽高的海埔 不過現在來到尼泊爾 其實心情都比較興奮 因為始終成大部分的細節都是順利的 而且到中途都拍了很多不同的片 其實都興奮回來香港表演給大家看 心情就好一點的放鬆一點的 因為始終在山上的地勢比較險要 又多雪 因為這個高度就沒有雪的 所以相對整個環境本身都比較安全一點 所以個人比較放鬆一點的 之前就因為始終擔心那些隊員 在五千多米的隊員 有沒有適不適應到高度 吃不吃到東西 那些全部都會因爲這樣影響到 在山區的生活狀態 所以現在的範圍就放鬆一點 之前就比較緊張一點的 其實我們一開始的時間 我們有隊員 可能水肚不服、肚窩、腸胃有事 其實都有兩三天挺辛苦的 但是又要走 那你又不知道他會不會 過多幾天會好起來呢 那我再問一下多些事前的訓練 以前你們是怎樣一起去做訓練的? 大部份時間我們都是分開訓練的 就是他有去做訓練 我有去做訓練 我有去做訓練 不過不止有些比較長途性 或者比較一些 比較 serious 的訓練 我們都會一起做 例如長途地行山 之前接過 十二月尾的時候 兩個一起背著Food Path 很慰心情 下一條問題是問阿John 多些的 爲什麽會選擇和阿仔一起去挑戰 這個Mount Everest 再一次挑戰 這次是你第四次的 不是我選擇去爬 就是跟他一起去爬 反而我會覺得 反過來就是 他的動力應該大於我的 阿Bob他就有興趣說 他都想上上 所以我才提起心說 好吧 不如我們兩個一起上 當然我是父親 我是做這個行業 或者我在爬山的專業 所以可能影響了我身邊的人 但是爬山這件事 本身是比較自發性的 因為爬山本身很辛苦 也有些危點 所以就變成了 如果不是那個主人家 自己很想去爬的話 是沒辦法 老爸逼阿仔去爬山 還是要爬那個世界上最高的山 是有些不真實的 所以就變成了不是我選擇 反而反過來就是我被動 即是他一起去 有機會上到頂 我看到阿Bob你一直說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很特別的笑容 你有沒有補充 哈哈 沒有 沒有 始終今次的旅程 我是很想去的 今次來是因為我真的想拍攝 我真的想來尼泊爾 我真的想感受一下這裏 不過其實來到尼泊爾 我現在在機場旁邊 其實就這樣看風景都正到爆 有什麼時候會真的上到宮頂 登頂的時間都是五月第三 或者第四個星期 山頂的風會比較小一點 所以你看到過去三次的時間 其實都是5月17日 5月19日和5月21日 所以都是那些時間登頂的 我們知道你們登完珠峰之後 就會去阿拉斯加 那裏攤登一個6194米的高峰 這個山又會是這樣的挑戰 其實這個山比阿拉斯更加具挑戰性 這個山是北美洲最高峰 如果你要爬我們所謂的七大洲最高峰 阿拉斯加這個山一定要去的 亦都很多去爬阿拉斯的人 是反過來的 就是爬了阿拉斯加這個山 一旦成功登頂 那你就有資格去挑戰世界最高峰 但是因為我們 因為COVID的原因 本來我們其實是上去去的 但是上去年 大家都知道這個情況 根本我們出不了國 所以我們就沒有計劃 就是上去年原本的南暗法可以繼續成行 所以就調了下來 現在就趁Bob上大學之前就順便排到Everest之後 因為登山季節都是六月的 五月尾六月這樣 所以就排到Everest之後 直接飛去阿拉斯加就排到這個山 七十七月最難的兩個山 對 那Bob你十八歲就走完這兩個山 你下一個目標是什麼 我想說就是全世界的山只有七座 你不是只有七十五月 有很多不同其他山 歐洲有 Mont Blanc 在英國很多小山都很有挑戰性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山 我想很少人聽過 也很少人會爬的 其實往後除了這些 比較出名的山 其實我也希望去不同地方 可能日本 我不知其他地方 走走這些小山都很有興趣 其實我在2010年的時間 訂立了一個十年的目標 想在十年之內 即2020年之內 爬地球上超過八千米的山 總共有十四座 其實現在我才爬了四座 還有十座要爬 如果真的要 還有體力的話 還有錢的話 還有時間的話 都可以繼續 所以大把山要爬 很多時候遇到挑戰 就會很想放棄 那你們會怎樣 超過這些挑戰呢? 挑戰是什麼? 挑戰是感覺 其實是不困難的 感覺困難 就不是實際的困難 實際的困難 就是你將那件事 拆散每一個細節 然後逐步逐步去超過它 到最後的時間 其實就解決了問題 其實就沒有困難的 困難是一開始的時間 你聽到之後 因為和你現在沒有做 和你做了的階段太大 所以你的感覺就很強 你就覺得不可能做到 容易的事情 永遠都是困難之後 才會發生 所以你看到我可以每年去Ethos 為什麼會這樣 原因是因為我每年都來這裡 和這裡的當地人 建立了一些關係 以及一路累積自己的經驗 技術等等 可能二十年之後 你就一樣可以做到這樣 所以你二十年前 你叫一個歷後塵仔不爬山 突然叫他告訴他 他爬什麼山 當然是很困難 但原來不是的 你用時間和步驟 將每一樣東西 都逐樣逐樣去深化它 了解它 拆解它 其實走到二十年之後 那樣東西就變成了 我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 我相信是 多謝你 我會記住 挑戰只不過是一個感覺 我們Hourbound 都祝你們一路旅途順利 成功登頂一定是 整個旅程都平平安安 快點回香港繼續和我們聊天 希望學校可以盡快回復正常 因為其實COVID都對我們訓練這個行業 很影響大的 我相信是 無論是學校也好 或者是我們私人企業 consultant也好 所以希望大家未來的日子可以回復正常 那些年輕人繼續去Hourbound上課 我又可以繼續做生意 生活 賺錢 拿來爬山 再聯絡 好 謝謝你們 謝謝 拜拜 拜拜 拜拜